好 那我們訪談就可以開始 我還是從這次疫情造成的數位 很多人用遠距的面試 遠距的上班 所以從委員的角度 我一向都是遠距面試 我從外沒有實際面試 你的觀察在疫後 因為我們現在慢慢舒緩了 我看很多世界上國家有很多的 其實也已經開始說節慶了 慢慢的 那麼所以這樣的一個遠距的 包括工作的型態也好 到底在台灣是不是成熟了 或者這是疫情 有沒有成熟 那會不會或者是提早去推進 然後或者甚至於是提早會實現 對 我覺得我們現在看到 就是說遠距面試 遠距工作 這個不是台灣有沒有準備好 而是說包含矽谷在內很多的大公司 他現在就說我接下來都要這樣子了 所以我們這邊如果不做因應的話 馬上就會面臨到說 我們這邊的年輕人 因為可以遠距面試 因為可以遠距工作 所以他其實並沒有出國深造 他也沒有去出國就業 但是他住在台灣 但是事實上是已經在做 就是外國公司的工作了 這個只會越來越多 一開始只有我們這些寫程式的 或者設計師等等 但是隨著越來就是5G 頻寬越來越寬 那其實很多傳統上面 比較說是這個技職體系的工作 從最簡單的 好比說 大家看到那個達文西 遠距開刀手術 對 那如果你連手術這麼精密的 都可以遠距作業 那其實比較沒有那麼精密的 更可以遠距作業 所以這個時候 與其問說台灣有沒有準備好 不如去問說我們網路的這個頻寬 以及你要進入職場的這些年輕人 他們自己是不是心態上面 已經準備好了 因為在接下來 他很多同事可能就跟他 不是在同一個辦公室了 即使他只適應這種 就是實體的上班的工作 他去那個實體工作的時候 還有很多別的同事 一定是分散在甚至不同時區的 那所以他如果當管理職的話 他如何去管理 這個不在同一個空間的人 這個反而是他自己 心態上面要準備好 委員剛剛特別強調了 這種所謂的遠距也好 或是這個線上的 等等的這個作業也好 您來看 目前台灣的這個教育 在我們國家的這樣發展進程當中 到底供給的上 供給不上 會不會有一些斷層 如果有 那應該怎麼去解決 對 我覺得如果一個人 他在學習的時候 已經充分運用過線上資源 因為線上共創的這個社群 不管是你是改別人的 Scratch程式 或者是在維基百科 稍微改一個字等等 這些其實就是遠距工作的時候 用的完全一樣的工具 其實並沒有任何差別 所以你在學習階段 越運用這些工具 你到出了社會之後 心理上面越不會不適應 因為你知道說 跟一堆只看到頭像 都看不到臉的人 一起工作 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覺得年輕的 所謂的數位元生代 這個方面 倒比較不需要我們操心 因為他們本來在 就是生活上面的社群 好像Instagram Dcard等等 本來就是透過這樣的方式 來很熟悉了 反而是我們自己這些教師 如果他現在是說 我現在想要教一個 但是我並沒有這個專精的科目 我怎麼樣子去運用線上這些專精的資源 或者是說 同樣在台灣 這方面很棒 但是其實不在我這個城市 我怎麼跟他的課堂連起來 去做這樣子的雙式教學等等 我覺得反而是教育者 自己需要升級 被教育的學生 我覺得反而比較沒有那麼需要 我們去操心 我們從這次行政院 特別也用一些線上的方式 來幫忙應接的畢業生 三月六月馬上畢業 就陸陸續續都出校門了 幫忙他們來找到工作 辦了很多的這種 線上的真才 不來會 那我們111人的銀行 當然也是在協助 協助年輕朋友就業 降低失業 你們有參加那個聯合線上 我們自己本身 你們自己辦 做了一個 目前有100多所大學的 聯合線上的校徵 那我不曉得委員了不了解 過去三月份開始 都有實體的校徵 然後呢一個學校 從早上10點鐘到下午4點鐘 然後大概可以容納 像台灣大學這麼大的學校的話 大概可以有300多攤 可是他的時間就這麼多 就上午10點到下午4點 一個人的時間 勢必不可能300多 那麼現在呢 如果說是用線上校徵的 這樣的方式進行的話 那就有2000到1萬不等的商商 可以在這個 用很精準的去 尤其您做數位的 很精準的把科系 對應的這個職缺 然後呢來去做連結 那這樣的話 你這個新聞科系的 給你的職缺 就是跟新聞相關的 那你如果說念資工資訊的 就跟這個相關 所以比較不說那個 攤位實體位置 對 所以我不曉得委員 你對於這樣的一個方法的改變 還有對年輕朋友找工作也好 或是您在這個線上 去做職業媒合 您給你一些想法的看法 不過我從來沒有參與過實體的媒合會 就如同我沒有實體 面試過人一樣 我現在即使是上我現在的辦公室 一開始的幾位成員 我也都是線上面試來的 所以對我來講 其實在線上反而才是比較習慣的 主要兩個原因 一個是說我們在這一行 就是我做程式設計 大部分看的是作品集 而大部分其實不是看你這個應對談吐等等 那所以一個人的作品集 以及他在就是有一個新的需求規格出來的時候 他怎麼運用他作品集裡面 以及他理解到別人已經做好這些東西 稍微做一個更改 然後就做出相應的這個創新 這個是透過線上 反而比較容易看得到他的思路 如果是實體的話 我要坐在他的這個電腦旁邊 還要看他打字的 反正比較困難 而是我們實際開一個這個共創的這個視窗 反而比較容易 那主要的原因也是因為做程式設計 本來就是在任何地方交易 一台電腦就可以做的事情 他比較不一樣 是 那所以我自己的感覺就是說 如果現在越來越多的工作 能夠像程式設計一樣 就是說他比較不受他的器材的限制 縱使他受一些限制 你也可以在VR或者擴增實境裡面 去看他在實際那個職場這個表現的話 那這種實際在他工作的那個場域 去進行面試 那我覺得這個是一個未來的一個趨勢了 因為畢竟一個人 他就是對這個東西有沒有興趣 有沒有熱情等等 他說是一件事情 那你把它實際碰到一個解決問題的情況 其實另外一件事情 那這種teamwork的能力 傳統上透過一對一的面試 比較難 就是要透過一些比較 就是一些 怎麼講 迂迴的方式 設想你處於一個情境啊等等 但我覺得總沒有說直接把它放在那個情境裡面 然後雙方彼此真的開始對話開始工作 那這樣的話 對於求職者有好處 就他可以知道這個公司的文化是怎樣 知道這個公司他平常面對的問題的時候 他的那個壓力的程度如何等等 所以他自己如果對這個公司 本來也沒有那麼多的這個預先的知識的話 他透過這個面試的過程也因此 讓他更了解這個公司的這個氛圍 所以我覺得線上是一個趨勢 而且絕對是在未來這個5G的時代 可以傳遞越來越多的資訊 在這個面試的那個當下 委員剛剛特別用自身的經驗 來談到了這個線上的這個媒合也好 或者遠距面試這個事情也好 那我不曉得說委員自己本身有沒有去觀察 現在政府所推動的這樣的一個線上的職業媒合 有沒有還有的功能還可以更強大它 然後呢然後對於年輕朋友在就業上 都提供更有效的武器 對我覺得接下來我覺得有兩件事情 一個是說如果我們就像剛剛講的 有越來越多的工作的實際的場域有建模進去的話 我覺得這種體驗式的面試就是我先體驗那個場域一陣子 可能透過高度互動的方式 而不只是看一些靜態的影片跟一些素材 那我覺得這個我互動之後 我有問問題的時候我是求職者 我就問得出更有到位的問題 而不是對每一個人都問一樣的問題 因為我不知道你在做什麼 對所以就是說這個參與者的主動性 我覺得這是一點 那第二點是說當然就是說 如果我自己有一些工作經驗 我不是完全是這個新鮮人 那也許我也會想要擔任這個類似小天使 或者夜師等等的角色 也就是說像我最近在一個Dcard這個網站上面 才跟就是剛畢業的朋友有一些互動 那我問的問題就是說 對你最想解決的社會問題是什麼 那就有朋友說他很想解決 好比像說大家不在意環境保護等等的問題 這裡面很多是他的就業 或甚至創業的一些可能的題目 那因為我對永續發展有一些想法 所以呢我一下子就可以說 那這個跟我們之前環保署在推 好比像說循環經濟 循環的包財 這個包裝等等一些最新的一些趨勢 那我們就有共同的一個話題 跟興趣可以聊 那這個時候我覺得這樣子的媒合 對這個人來講 就不是只是他面試官 在決定他能不能進去的那個人 他旁邊也許也可以有一些輔佐的一些角色 那這些輔佐的角色 有些也許是人類 有許也可以是AI 那這部分我覺得也是未來大家可以想想的部分 是委員在那個當中最年輕也是最天才型的 這樣的一個政治人物 那所以我相信也很多的 因為我們的這個網友粉絲 多半也都是比較年輕一代的在求職的朋友 所以我們想要救教一下 您怎麼來看待 就是現在年輕朋友他的一個就業力 因為呢從各項調查裡面看到了15到24歲的年輕朋友 他就是平均失業的三倍到四倍 也就是目前四月份是4.03的話 那他就是12了 那所以這麼高的一個失業 那我剛也分析過了裡面的這些結構 因此我80%他是自願性失業 裡面40%的原因是來自於新生態低 你怎麼來看 尤其是最近被有一些人在討論的說 我們的教育改革 是不是應該到了要徹底檢討 讓一些學校去做退場 然後讓一個現在外面市場上的普遍都要列到說 一定要大學畢業的這樣的一個樣態 能夠去做一些改變 因為要跟委員特別做報告的是 我們失業的這個人其實是沒有變的 可是我們變的是貝斯 我們的分母變小了 當然啊 因為我們第一個是小子 第二方面是我們以前是18歲就分流到社會去就業 投入到勞動市場 這個的人數少了 因為大家去升學了 所以母數少了以後變成分子放大了 所以我覺得我不知道委員 您對這個現在年輕朋友就業的事情 您的觀察是什麼 如果您問我就有一點奇怪 因為我14歲就就業15歲就創業了 所以對我來講 一定要念到大學文憑是完全沒有意義的事情 對我來講大學是一個學習的一個資源而已 那我不管是對什麼東西有興趣 我是對找這個研究題目的大學老師 然後我們一起來做一些創作 但是他跟我是平時平做的 就是他發文憑給我說真的我完全不在乎 那反而因為這樣 我在我有很多的經理裡面也看到 有時候是老師丟題目或者是 對或我丟題目都有可能的 對所以我覺得如果大家對大學是這種想像 就是說我可能是真的出社會一陣子 我真的發現說有一些結構性的問題 我如果沒有一些知識的這個能力 我沒有辦法處理 好比上說如果他一開始做的事主要關於國內的 那之後跟國際貿易啊西南向啊開始發生關係了 那這個時候他就覺得說那我一定要學一些國貿 或者是我應該學一些外語 或者我應該學一些管理能力 那這個時候這樣子再進去 不管是傳統像EMBA啊或者現在很多中心學習的這種課程 管道 管道 他進去的時候學習動機比畢業生都強 強太多了 學習有方向 對強太多了 而且這個時候他跟老師呢 還有出來旁通的功能 有時候老師也因為這樣學習到業界 最新的一些趨勢 所以老師教起來也比較帶緊 因為他不會覺得一直在教一片白紙 所以這個時候我覺得教學相長才變得比較可能 所以我具體的建議就是說 把大學看成是你出社會之後 隨時對什麼東西感興趣 那就去用的一個資源 那不要去想說 可是你一定得完成大學 那當然這裡有一個困難 就是說 我們雖然到18歲的人要負比較多的責任了 那但是呢他還沒有完整的權利 所以要到20歲 那個他才能就是不被他的 對不被他的家長決定他的人生 所以光是要不要去念大學這件事情 如果你是18到20歲 你的這個 對你的這個討論的這個權利啊 感覺上沒有很對的 不是真的成年了啦 那當然有個捷徑 就是你跑去結婚這樣你就成年了 但是這個比率非常少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部分就是公民權全面的往18歲 甚至包含在憲法裡面的投票權 我想這個是朝野各黨都已經有共識的事情 所以接下來這一任四年 我也會盡可能的去推行這件事情 就是我們從全面去檢討說 讓大家更早為自己的做決定 那我覺得這樣子的話 就是您剛剛講的說 覺得大學非念不可這個比率 可能又會再下降一點 或者他也是非念不可 但是等我需要再來念 不是說我高中一畢業就一定要去念大學 這一方面是觀念的建立 那二方面如果說在校園主動上頭 有沒有學校 既然招不到學生你就自己退了吧 如果當現實層面這個數額少的時候 有一些的改變就會發生 當然我們已經看到很多學校有合併的情況 那或者是說他開始開新的工作 他比方說如果以終身教育為主 那這樣的話其實他大部分進來的人 可能不是18歲 但是因為這樣的關係 他的師資他在教的方法 他甚至要配合在職的朋友們的一些開課的時間 或是開課的方法 這些都要進行改變 那如果有進行這些往終身教育的調適的話 我覺得大學到沒有那麼一定就是立刻面臨非校的這個問題 或合併的這個壓力 但如果完全都不做這個調適的話 在學校經營的項目上頭可以做一些調整 我覺得是有必要的 另外委員我知道說雖然在決策上 這個我現在要講的這個決策上面 你參與的是相對有限的 那你怎麼來看就是這一次的這個行政院 對於大學應接畢業生 特別是青年的這個紓困的一些方案 你跟那些看法 或者你了解到主要的政策思考 對 其實我除了在行政院聽他們報告過之外 我完全沒有任何參與 他的使用是沒有一秒 沒有一秒鐘的參與 對 所以我理解就是說 這次的目的就是希望說 有一些是青年使用的 有一些是企業使用的 然後希望這兩種誘因 他能夠彼此加強 然後達到一個陳述的效應 但是這也是附送他們在院會講的話 除此之外我完全一無所知 我這個人不知道就說不知道 是 那委員你自己有沒有 就是您因為觀察了台灣社會的這個現象以後 你自己覺得在政策引導上頭 或在學生自己自身上頭 應該要去做怎麼樣一個調整 我現在常常大家問我就是對教改 因為我大部分對國教的看法 因為我之前是辛克剛的委員 大概在那邊大概都實現了 那也有朋友問我高教的看法 那這樣問就有點奇怪 因為我沒有念過大學 所以其實我沒有念大學的經驗 但是我自己想像中的高教 他的特色應該是跨文化的 然後跨場域的 然後跨世代的 跨世代的部分 我們剛才已經聊過了 已經聊過了 輕盈共創 一起解決共同的問題 那這個作為主要的大學的一個方向 那另外就是跨場域的 就是說很多時候大學 他不只解決大學內部學術社群的一些事情 他如果也能夠成為一個地方發展的智庫 好比像說大學的社會責任的這個計畫 或者是U-START這個計畫 或地方創生 很多也是大學來提案 這些都是說讓學生在學習這四年裡面 沒有在象牙塔儀的感覺 而是他立刻就學習智用 他不管學什麼都是跟當地的朋友們 在地的智慧一起去學的 他變成幫當地朋友擔任一個智庫的角色 但這個時候他的學習就可以立刻應用在那個當地上面 所以跨場域的學區走出 某些需要有這個扮演這個功能 是的 已經開始這樣子做了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現在當然現在我們會看到有一些大一部分析 或者甚至是跨學院的開課 那或者是就是以斜槓為目的 就是希望在大學系統裡面 你按照自己的興趣去跨這個大學系統裡面大學學課 這個慢慢都開始有了 但是畢竟你最後畢業的時候 還是拿到某個特定的學系給你的一張證書 那但是我想學會受益法 現在其實也未必要這樣 你也可以兩年在一個學系 受一些基本的這個訓練之後 你就實際去業界去進行創作去做什麼 然後回來你可能已經不是會同一個學系了 你就是可能回到需要做管理的 需要一些更就是總觀的 宏觀的一些經濟學等等這些 那你如果對那個感興趣 那你那個時候做一個抓換 但加起來還是四年 加上你兩年在企業的經驗等於一本碩士論文 對不起 等於一本碩士論文 這樣你就直接去念博士 那這個概念其實我們在學會受益法裡面 理論上是已經寫下去了 但是目前看起來 就是願意用這樣方式來調整的大學 還是就那麼幾個 所以意思就是說 大學對於放棄這個學系本位 還是有一點那麼抗拒 可是我覺得真正跨領域的學系 就是像我剛才講的 就是你在一個學系學到一個程度之後 你用了之後 你才知道說這個知識 他跟別的學系有怎麼樣出類旁通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 我希望未來就是這個就是常態 那你四年六年都做同一個題目 這個叫單槓青年 可能還是比較少人 那最後我想跟五年就教 就您的觀察 雖然說其實您的這種的就學的經驗 或者這個工作的這個經驗 是超乎一般人的 但是既然從事了政務的工作 勢必一定也接了第七 那如果說對六月即將要畢業的年輕學子 我不曉得說委員你有什麼特別的建議可以提供給他們 我覺得其實所謂不同於一般人類 只是我那個時代而已 好比像說在我那個時候 確實八歲學神絲設計好像是比較不同 但是現在大家都八歲在學Scratch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我當時的一些做法 好比像說國中的時候就跟校長說 我要這個去大學旁聽啊 或者是說跟我旁邊的這個社群一起開始做一些創作 說我要創業了可能就沒有辦法繼續國三繼續去學校了 那這個當時因為沒有實驗教育三法 所以這個是已經判到的事情 還需要校長這個稍微瞞一下讀學啊 反正現在這個施工員正在不行 追溯已經過了 所以我都沒有問題就需要校長保佑 但是這些在隨著就是實驗三法 隨著我們新課剛剛通過 所謂的實驗教育已經不是少數人才能夠使用了 實驗教育三法這裡面就百分之十的人可以使用 接下來百分之九十這邊釋出一些新的東西 他們可以透過教育實驗的方法 在現有的體制裡面去進行 所以對於當畢業的朋友們 我最大的想法就是說 其實你不需要因為你在高中選了怎麼樣子的組 或者是說你在技術高中選了怎麼樣子的群科 你就覺得說你接下來四年 你一定要去跟那個名字聽起來差不多的大學 再繼續進行四年的學習 很可能你現在想到的你覺得值得做的 就算你的長輩或者是你的鄰居覺得 這個還是應該那個大學吧 現在投入是太早了吧 但是你要了解到說 就算你考慮到的事情就是跟他們不一樣 但是有很多人考慮到的事情跟你是一樣的 在解類似的題目 也就是說即使只有千分之一的人跟你有相同的 想要解決同樣問題 在台灣這也是兩萬三千人 也是很多的人 所以就是線上找到跟你在解決類似問題的社群 然後按照你現在覺得 社會應該要怎麼樣更好 環境怎麼樣更好 經濟怎麼樣更好 然後去進行這個工作 那這樣子投入工作之後 過兩年三年 你如果真的還想要學一些什麼東西 你就會發現說大學的朋友們跟你其實是平起平坐的關係 而不是你現在好像非念大學不可 然後還不太確定大學可以提供給你什麼 就是我具體的建議 那委員您在看 而且您又是既然是這個課綱的委員 那您在看現在已經政府慢慢在做的就是 新開立的這個學系的招收的人數 教育部要給他限制了 我最近看到了一些設計系的 未來可能餐飲的 也不能再這樣隨意去開課 您覺得這種的科系的成立以及招收的人數 是不是應該要跟國內的這個經濟發展 供給量的這個部分來去做一個平安的調適 對不過我剛剛特別強調就是說 如果你高中三年級就應該要投入業界的話 那其實你的科系怎麼開跟業界反而是脫鉤的 因為科系怎麼開應該是按照說你工作了一陣子之後 你覺得說應該要運用一些學術的方式 或者是一些技術轉移等等 來讓你的工作的內容更豐富 產業進行升級 所以我覺得反而就不是說好像為產業來訓練朋友 這個進入的這樣的一個概念 而是說可能能夠投入產業其實就是18歲就可以投入產業 而大學是為已經有兩年三年五年甚至十年 到底是去充電或者補償職能的 去補償職能的方法 那自然這樣子的話 學系跟學院的開設是為這些比較資深的這些朋友開 所以他就不是說產業現在這一秒需要什麼 而是產業未來會需要什麼 他為著這個未來去規劃說 那接下來大家進行數位轉型 那他去幫產業也有點像智庫的一個角色 去預測說你現在投入了職場 沒有問題四年之後你大概會需要什麼 那這四年之內的這個工作 學術社全去幫你準備好 這樣的話你四年之後可能已經變成一個小主管了 你想要充電進修了 這個時候大學幫你去開這個課 而且你還可以帶著可能比較年輕的朋友 一起來做一些實作啊 做一些專題等等 只有這樣子我覺得才不會受到這個總量管制的影響 可是這非常棒啊 但是問題是這樣的一個理想 怎麼能夠實現 今天在中華美國台灣 怎麼可能有18歲的年輕人就投入到職場 少數啊 相當少數 是因為我自己15歲 所以現在的這個教育政策 是已經導向說多數的人 因為大學這麼好考 錄取率102%的 這個情況之下誰不去念大學 對這裡有兩件事 一個就是說我們要確保說現在高一的朋友 因為他已經是新克剛的一代了 對那所以第一個 這個好比上他念技術高中 那也不是因為就是他考不上普通高中 而是說他對技術有興趣 對應用有興趣 對他有志趣 所以按照這個新克剛的精神 我們的學習歷程在這三年裡面 就應該讓他有充分的就是 那他現在就可以對產業做出他比較獨當一面的這個貢獻 而不是說人家說了他只能做好像自己變成工具人這樣子 就是說他經過三年之後他有一個他雖然沒有完全出師 但是也是半個師父了的這樣子的感覺 那有這樣子的感覺他才能抵擋 來自於他的長輩或者是其他的社群 一定要他去念個科技大學這樣子的一個壓力 那當然第二部分就是公民權全面的下修 讓他在18歲為自己做出決定的時候 他不需要還要這個鬧一個家庭革命等等 這個我覺得非常的重要 那不管是民法上面的能力或其他上面能力 我覺得我們都必須要全面的來探討 不然的話確實他到20歲才能夠為自己做決定 我們現在希望他去做一個跟他的家庭判斷不同 還要去說服家人 他說我根本沒有成年啊 什麼都要我爸媽簽啊 又不可能因為這個去結婚 那這個其實對他也是不是很公平的 所以我覺得這是接下來我們應該要治理的事情 那對於這個辛克剛的生力軍呢 要投入到這個市場上來 市場準備好了沒有 家長準備好了沒有 還有他即將應對的大學準備好了 因為他可能拒絕大學 也不要說是拒絕也就是他不選擇 對就是等他把備好了 是 那我們現在台灣社會 到底對於這個辛克剛的這一群的年輕的朋友 到底準備好了沒有 其實大家如果看最近的會考 可以發現說所謂素養導向的命題 大家終於開始知道那是什麼意思了 就是說你結合越全面的志趣 甚至你自己有越多自己的作品集 發現說你不需要像以前那樣死背 那樣死背反而沒有分數 因為大家在考驗的是你當場解決一個問題的能力 在各課都是如此 那這個是不可逆的一個趨勢 因為辛克剛就是要求大考中心 未來就是越來越往這個方向去命題 所以傳統上所謂的就是記憶啊 背誦啊等等那種就是一台手機都可以幫你做完 的這種能力 它其實是已經有一個我們可以看到它的這個落日了 那所以因為大考中心 因為考招這整個制度 因著辛克剛的改變 我覺得家長也不是鐵板一塊 尤其是在接下來高中生再過兩三年 他們的家長其實也就差不多 就是比我再大一點點而已 大概也是解嚴之後的一代 所以對於這樣子的跨領域 或者是不一定是一個線性的一個質疑 我覺得他接受的程度雖然還不是很普遍 但是比戒嚴成長的一代 畢竟還是稍微高一點點 所以我審慎樂觀啊 但是我也覺得說高教確實也需要 進行這樣子一個轉型跟討論 那當然我們也可以看到說很多校長 已經在往這個方向思考 那如果願意他們願意就是 聽年輕人的聲音的話 我覺得更多的採納就是 現在剛剛畢業的這一代 就是我們這次影片的主要的目標 對對的受眾 就如果真的你覺得你在大學裡面的四年裡面 有更多的事情可以是你參與的 我們現在在高教確實為了因應 要這個新克剛來的這一代 高教真的必須改變 所以如果你有什麼想法的話 也歡迎啊 到那個我們教育部辦的Let's Talk 裡面我們有兩個主題 一個就是跨世代怎麼樣子去跨越彼此 這個數位啊落差啊這個鴻溝 怎麼樣做到輕易共創 那第二個就是說勞動條件裡面 有沒有哪些你在大學的時候就希望說 你可以早一點知道 或甚至早一點促成勞動條件的改變 那這樣子的話雇主做了一些調整 說不定對他也是有好處的 他就更能夠留得住 我們在這方面的努力 打下了這個基礎 那真正能夠比較明顯的落實 以委員您的推估大概會在什麼時候 新克剛大概要六年 我們當時就是規劃六年 就是從小一開始導入新克剛 一路到小六運用 就是六年的時間 那當然大學端受到衝擊 就是新克剛的高中生進入大學 那都只剩兩年半了 所以在兩年半之內 他們勢必在大一的那個時候 如果沒有辦法調整到 以克剛為素養導向本位的話 那他們確實就會面臨 一群高三的學生就去選別的了 他就不理這些大學了 不選擇大學 不選擇 對就是說應該說他會選擇的 是已經做出調適的這些大學 那如果沒有做出調適 對素養導向可能還不太了解 對於這些朋友就是他沒有支持 而是覺得說你反正非念大學不可 那這樣子的話 很可能這些大學的招生 又會再次受到另外一波衝擊 所以我也是很鼓勵大學 現在就開始想這個調適 快折兩年半 我們可以看得到 大概就可以看得到 是 我今天真的很謝謝 然後你很多寶貴的勾發的時間 給我們很多的這些指導 特別是有機會跟你就這個紓困裡面的相關內容 因為我也相信你的邏輯性思考是相對比較強的 一定聽得懂 我完全聽得懂您的意思 就是我認為說更精準的去區分哪一些人是需要這個紓困的 因為那個能夠拿到五萬塊他根本不需要你來紓困他 我同意您的見解 另外一方面就是 我們的這個GDP年年在成長 是 可是呢 為什麼我們的薪水是提醒我在16年前 我個人的看法 因為從數據裡面找答案 78年到85年的時候 分配在我們的GDP分配在這個受僱者報酬裡頭 是高達55% 就是半數以上是分配給他的 可是現在已經加到43 所以說這個部分的比例下降 也就是老闆賺錢不分給你 以前分到半數分給你 現在分到升4成幾 所以這個部分其實應該要有一些手段 你說我們就是鼓勵大家成立合作社 不要成立公司這樣 我個人認為 如果說從上市櫃的這1700家 因為他們相對的財務比較痛苦 如果他們願意分配給勞工多一點 比例最高的前100名 因為1700家抓出十分之一 就前100名 我政府公佈 辦國家的獎勵 甚至於考慮跟你說服的見面 那這個101名 會不會想要幾聲到這100名 因為他這個有社會聲望 就代表說 我是一個幸福企業良心企業等等 然後而且在開始做的時候呢 就要告訴其他差的 如果我公佈三年之後 我還要公佈那個排名最後的那100名 那最後那100名 那99名會不會想說要脫離 那100名 都不要懲罰他 就公佈 他就受不了了 因為我覺得政府好像 企業要怎麼經營他 也不太能夠太適宜很多政策去壓制 或者是鼓勵 我覺得不好 就自自然然的 因為我確實覺得說 哇你獲利這麼多 百分之六十幾都是分給員工的 我表揚你這個 我就無可厚非 就是等於是樹立社會標杆 讓大家能夠學習嘛 對其實有一些這些資訊 是有放在台灣就業通 但是我猜勞動部也有另外一個困擾 就是說他放在台灣就業通 甚至他辦一些續獎 或良性企業能講的一些 其實我看到有一些新聞媒體啊 也自己會辦類似這樣的獎項 我覺得這個當然是非常好 而且從公佈的力量 如你所說的 他也可以有一個良性競爭的一個心理 但是就是這個metric 就是他到底要量什麼東西 這個如果沒有是一個業界 大家都就是一字 公認 對公認心服口服的一個做法 那其實我們不管量什麼東西 我們就會發生 就是專門就是去衝那一個metric 但他說不定是犧牲了一些員工的福利 他說不定是犧牲了一些上班的彈性 那他就是去專門match這個metric 了解 持故比例 對我們之前在公務門很多的這些 誘因設計的時候 常常都會看到說 因為台灣真的很會考試 就是不管企業主也好 或者公務員也好 你只要那個題目事前告訴他 你就是可以考100分 對 就上有政策下的對策 對啦 但是這個就是說 是不是一個好的proxy 我覺得這個 如果大家經過幾次廣義一起討論 覺得說這個不是proxy 這個量測的真的就是我們最看重的那個東西 那我覺得這個就值得推行 那如果我們幾個人就是坐在機房裡面討論的話 每一次都會看到想要對策 了解 謝謝 謝謝 謝謝委員 謝謝 讓我您勾忙 沒有問題 謝謝 謝謝